超过20台大型机组摆放在工厂里 只有6个员工忙碌操作 这处礼品工厂就位在中国东莞市 而老板则是已经经营26年的台商 但大陆经济紧缩 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光一个月成本就要545万台币 连员工也从将近500人大大减少了一半 还是得咬压苦撑 大概就是有三分之一的就撤 收掉就撤回台湾了 像我们这种就是咬牙苦撑的 就是还能做 但是跟以前不太能够相提并论 主要把凶章公仔或各种小商品 往欧美日本外销出口 而近期传出大陆可能会提前 全面终止ECFA早收清单 老板也坦言对自己影响不大 但其他产业像是农鱼木业机械等 依赖大陆市场的产业全都会受到波及 大陆的商务部12号就立刻预告 将针对台湾贸易壁垒调查结果 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也让外界预测就是要全面停止ECFA 导致可能有将近200万人 也就是全台18%的就业人口受影响 像是台速中刚可能会受到更大冲击 把这个销往大陆的这个数量 移转到包括欧洲啊 东南亚还有包括一些中东这些国家 所以对大陆的这个依赖的程度 并不像说过去这么高 但其实不少台商能跑的早就跑了 最新统计台湾核准对非中国地区投资 并近年同期西进增加了超过10倍 经济部也回应中国断ECFA已经逼阵 恐怕是伤敌800自损1000 中生财选台湾报道